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來到屯門掃管斧的上緣 這個屋苑最出名就是空中天橋 將五棟住宅大廈連在一起 不過今天看的不是住宅大廈 而是免積超過二千尺的獨立屋 我們馬上去看看 今集美妝House Tour 參觀上員一個單號獨立屋連裝修 免積2747呎 四房四套間隔 這個屋苑一共五棟分層住宅 另外有30間洋房 由一房至五房不等 其中兩房佔超過一半 一入大門來到地下這一層 這個空間是以淺色做主吊 這一層分為四個部分 分別是花園、客廳、飯廳和廚房 客飯廳空間分明 配合超過4.5米高的樓底 是不是很有大屋的氣派呢 來到客廳這一區 樓底高配合落地大玻璃 自然可以將室外的陽光引入 這裏放了幾張色彩繽紛的梳化 為這個素色空間帶來生氣 如果家裏有個戶外空間 更顯得難能可貴 而這間屋就有一個花園 連賣前軟面積847方斜 相當闊落 而你一層還未完 進來參觀一下廚房 U字型的台面設計 比賽煮飯更快 這裏的設備都頗齊全 有明火爐、電磁爐 還有個鐵板燒 焗爐、雪櫃就更加不用說了 還有還有 這裏收藏層架 給我這些小矮人拿東西就最適合了 地下就參觀完 上去一樓看看 一樓這一層一共兩間房 一間小一點就可以放到單人床 另一間大一點就可以放到雙人床 兩間房的中間夾了一個家庭廳 是一家人共聚的好地方 其實這個空間的用途很廣泛 可以做迷你影院又可以 唱K房又可以 再不是改造茶室都可以 一樓兩間套房間 駕駛駛駛 日後可以將駕駛隨意改動跌位 來到最後一層 原本是兩套房設計 二架全層打通 變成專屬主人房 一邊做外室 另一邊較小的套房就改成衣帽間 這裏就是主人房了 我的左手邊有一列展示櫃 右手邊就有個套廁 再走入少少 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大床 這裏的面積連平台大約二百多尺 床的對面有個衣櫃 兩個衣櫃中間放了個展示櫃 就可以放完護主的心頭號 由細套房改建而成的衣帽間 是不是很奢侈呢 它的設計和主人房是差不多 都是兩個衣櫃中間夾著一個展示櫃 這裏就有張長的梳妝櫃 值得一提 這裏是有個衣物管家的 好像可以除皺、去菌、消毒 挺適合熱情用的 不過它價值差不多15萬 我都是眼看手蜜洞好些 我們今天參加的單位是上緣的洋房9號屋 實用面積是2747呎 而花園的面積是847呎 另外有一個天台500呎 上緣的洋房比較特別的就是 戶戶都是獨立屋 而樓底比較高 尤其是客飯廳由4米2至4米半 另外睡房層都有3米半至3米8 另外設施比較齊備 例如廚房有些特別少少 或者是少見一點 例如鐵板燒、亂送的櫃 洗碗碟機 以及主人房會有衣物管家 如果這個屋苑要出回市區 或者往九龍方向的話 其實挺方便的 因為門頭的位置 有一個K53的巴士總站 可以去到屯門市中心和西鐵站 另外還有一個252的巴士總站 是循環線來的 就來往掃冠斧和屯門公路轉車站 而上原的全部獨立屋 發展商都是以招標價的形式去招標 如果我們計算之前的成交參考 就是3號屋成交了5140萬左右 但因為這間9號屋有裝修和有傢俬 所以在叫價上 我相信比之前成交價會高 2號屋成交還在外面 感谢观看